大概就是會從我們的腦氣瘋開始 都會凋亡 會主要出現了核心的症狀 那包含了就是記憶障礙定向力 或是執行力有問題 或是看斷力 那它發生了這些狀況之後呢 它就會就是伴隨著就說 可能個人的特性 或是說什麼環境啊 跟它心理的問題 它會演發引申出 就是其他的叫做精神行為症狀 可能它會變得很憂鬱啊 有暴力傾向啊 或是焦躁不安等等 或是有幻覺 所以主要是有腦部 就是在這幾個領域有問題之後呢 才會有精神症狀 所以我們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延緩 就是核心的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去延緩 就是精神症狀的一些行為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核心 核心的症狀 主要第一個呢 是剛開始就是記憶障礙 那你們有記得是我們腦部裡面 記東西的那個東西叫什麼嗎 海馬灰 那海馬灰呢長得可以 就是有點像這樣子 那我就會形容它 就像是一隻手 它要抓記憶要記得的東西 那紅色的點點呢 就是重要的訊息它都會記得 把它放在口袋裡面都不會掉 那藍色呢是應該感興趣的事情 好像我們對於是不是有感興趣啊 或是呢 對於 呃 英文有興趣啊都會記得 那不重要的時間可能會忘記 那最正常的老化呢 就它的那個口袋越來越打開了 那還有觸 它的那個觸手越來越短 所以它就是它正常重要資訊還是會記得 還是會還是會有還是會放在口袋裡面 但是有興趣的事情呢 感興趣的事情 可能稍微偶爾會忘記一點 那又不用說 就是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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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資訊 那在失智症的話 它的初期 它你看它的那個觸手還會越來越短 它可能就是連感興趣的事情還有忘記的 但是它可能會記不住新的 那口袋呢它放在裡面嘛 它就可能不會忘記 那那最後越來越多的話呢 它的口袋就越來越開 是最後是到它可能長期記憶 就它可能就會失去了 就是想說媽媽的名字啊 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啊 現在在什麼國家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大概是我的記憶 那個海馬河的變化 那有一次我在社區呢 就是上了這個課 可能就是 可能有個大姐的沒有很仔細的在聽 他就講完 然後下一個他說 老師 你說手比較短 會那個失智症嗎 我說不是經理認真聽好嗎 因為他可能以為 我說這個觸手比較短 變短 會記不住的東西嘛 所以他一直覺得 因為他小小的 他一直覺得他自己的生活比較短 他怕他自己得失智症 那再來就是可能定向地有問題 包含了可能在認知上 可能時間啊 場所 人物 可能今天會退化 那可能剛開始 可能有些是會沒有辦法判別 就是白天或是晚上 那有些比較嚴重的 可能是季節的 如果說你可能看到現在 現在假如說冬天 他有個穿的背心 有個奶奶穿的背心 他可能是沒有辦法去判斷 就是冬天跟夏天的區分 那或是像有些惡化的 就是在可能定向內 可能他會迷路啊 走失 就是走不到路 那最後可能會 像他說六星不認 就是像他可能 人機關係上的辨識障礙 那其實啊 我在工作的第一年 我遇到一個第一個失智症長者 那時候其實我內心蠻衝擊的 因為他媳婦每天來看他 但是他不會是他媳婦 但是他會覺得那個 安養中心的老闆是他的兒子 那他每天就是一直就是 一直這樣錯亂 所以我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那我的人幹嘛過得這麼 這麼努力 或是要進來開清 那找人就都忘記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那一陣子 其實我蠻低潮的啦 但是其實我會覺得 就是我們還是要享受當下 我們當下開心 找我忘記也沒有關係這樣子 那再來是理解力判斷力有問題 就是他思考的速度 可能沒有辦法這麼快 那紫色的話是說 我們假如遇到 我只是這樣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去跟大家應對 就是給他那時間思考 像其實不只失智 今天像我爸雖然沒失智 只是有時候我問他 他可能有時候會此不答應 可能會想一下 那其實我們就是等他 我不要追逐他這樣子 那第二點是說我們盡量不要給他很多資訊 其實就是說 我看一下這邊有個例子 那其實我其實 我就自己覺得我自己還蠻突然的養師 我有一段時間呢 是在失智症團體家屋 去陪老婆做晚餐 那其實他們裡面 像這個是一個爸爸 他們美人的功能是正常的 他們也會走路 也會手也會工作 只是就是可能有時候 忘東忘西的 他們其實都是中重度的 那時候我那個晚上是要切豆干絲嘛 通常我們要切豆干絲 然後我們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之後呢 我就把他很火之後全部很火 我就說 爸爸你幫我切這樣子就好了 他就會切了 就是一次給他一個資訊 不要讓他自己會錯亂 那像有些人 有些人比較沒有耐心說 他不會做了就把他收走 那他實際越來越沒有辦法參與 就是生活的一些活動這樣子 那像有一些像 生活中來說他本來都很忽略的 有些人像剛剛說 突然他睡過頭了 失智的人可能就是會 可能會比較混亂 那我們就適時的提供協助 教他什麼 比較安撫他這樣子 那在第四個是執行力有問題 像沒有辦法擬定計畫 或是像我覺得最喜歡就是講那個 就是煮飯 因為我覺得煮飯其實很難 假如說你有五道菜 要湯要先煮好 還是青菜要先煮好 還是什麼的 那個都要有順序 不然就是 端出去就買了冷掉 就比較不好吃 所以像 像我們在那個獅子證那邊 好像有個奶奶 他很會做紅燒獅子頭 只是他已經不會 不知道要去買什麼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理訂說 我要買什麼 但是我們就是可以協助他理訂 但是東西買回來 他還是可以做 或是像有些獅子證的人 可能他會買一支買同樣的東西 可能像說我今天想要煮蘿蔔湯 還有菜市場來蘿蔔 放回去冰箱之後呢 他怎麼又忘記要煮蘿蔔湯 隔天他就會一次去買 所以我覺得說像 假如說我們對市場有認識 像我之前就有遇到一個就是 他是便利超商的那個店員 但是他就發現了一個老人 每天都在買醬油 因為他們是社區型的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欸這個媽媽怪怪 所以那時候他就遇到他的兒子 就去跟那個人 他會說欸你媽媽好像怪怪的 好像每天都在買一樣的東西 然後這樣才帶他媽媽去做檢查 所以我覺得就是 還是要重複一點 就是說 其實我們學生這些知識 都可以應用在我們的生活周遭 社區啊 事工啊 或是我們職場的 銀行人員也可以用到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第五個可能是 因為 濕智的情形色色有很多種 那他可能通常不會去查顏觀色 那現在又要提我們 就是我們 因為我住在安科 是一個比較年紀比較高的一個社區 他要一千多戶 那有時候我們就跟我說 有一個奶奶是濕智症的 他說 欸就是鄰居說 叫那個奶奶不要來我們家裡 就是說 要有點要不要讓那個奶奶到家裡 然後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啊 有一次就是那個奶奶 就是到人家家 就跟他聊天 還是有點互動喔 但是那個主人 可能到了兩點多 想要是五歲 他說他就去看時鐘說 欸兩點多了欸 但是那個濕智的奶奶 就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他可能不會去判斷說 我們這樣子好像得到暗示 所以他們就說 哎呦那個阿嬤來 就不要讓他到家裡啦 不然他是賴的不走 所以就是說 我們其實講說 欸知道他是濕智症的 他可能沒有辦法判斷 那我們就明確跟他講說 欸那個濕智是誰 我要休息了 你要不要先回去 還是什麼的 所以如果說 大家這個濕智都沒有認知 是不是一直把這個濕智能孤立了 他就是會越來越退化 再來講的是 精神行為症狀呢 其實主要就是讓家屬最頭痛的 那可能會有就是 他可能伴隨著 不一定每人都有 像憂鬱症啊 像攻擊 貪食 益食 或是游走 不斷的重鎖 一樣的動作 那我也有遇過就是會吃肥皂的 他們可能是在肚子餓 但是他可能沒有辦法判斷 那個東西是可以吃的 壞什麼東西就是拿來嘴巴吃 或是後面還有一些例子 第一個可能是會變得沒有精神啊 不是亂想 因為他可能 像我活初期 他可能自己覺得說 自己怎麼做 才不會做 他可能就沒有信心 所以我們對待失智症的人呢 其實就是要 幫他找到他還有現存的能力 去鼓勵他 然後就讓他去做這件事 像我活的時候 不太會做飯 我們就會說 媽我想要吃水條 我想要吃泡麵 是不是都是簡單的 但是他會內心會是開心的 我會覺得說 我還有盡到一個媽媽的責任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 就是對待失智症的一個 那個 就是 公通的方式 那像這邊呢 我就是 因為其實我下午也是財政天 我都沒有回來 像 那個單位其實很特別 他是全台灣只有五家 那台北只有一家 他主要呢 是陪伴就是 失智症老人的生活 不是 像安養中心說 我幫你洗好衣服 幫你折好嘛 我為你吃飯 然後幫你洗澡 那他這邊呢 就是說大家一起晾衣服 就像在家裡一樣 只是他們會陪著他 好 那像 這就是我的工作 就是我要去陪他們 就是做晚餐 好 那其實我們其實 因為要很熟悉 他們每一個功能 好 那我就會發 就是讓他們去做不同的 錢 那個備餐的活動 那第二個呢 就是可能在生活 受到影響 很爽 說可能他洗澡 不會洗啊 或是不會穿衣服 然後他可能就會 比較自卑這樣子 嗯 好 我又沒有把這個 欸 我這邊都沒有習慣 哦 謝謝啊